只见一名穿着性感的美女学生 向黑人小哥苦苦哀求着什么 墨镜男趁机抢走了美女学生的书包 然后黑人小哥边说着边伸手想抢回书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一辆小车追着美女跑 车子停下后 下来一位墨镜男 他弯腰对美女说 让哥哥开车送你回家吧 我怎么感觉美女表面上虽然是拒绝的 但是肢体动作和表情笑容却又那么妩媚 我觉得这个书包应该就是主角了 墨镜男还挺浪漫的 他打开车门 拿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 送给了美女学生 只有你才配得上它 见美女学生拒绝后 他又抢走了美女的书包 并把她丢进了车里 美女又迅速地抢回了书包 这下子墨镜男着急了 他打开车门 可美女并不想上车 于是他掏出了钱包 这一张够不够 哥给你钱 还负责送你回家 天下没有这等好事了吧 拿去吧 美女直接把钱打到了地上 墨镜男捡起钱 他发誓 今天一定要把美女弄到手 我就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他手脚并用 想阻挡美女回家 此时恰巧有一位 穿着红色短裤的猛男经过 美女迅速上前向猛男求助 可墨镜男却说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正在吵架 不关你的事 墨镜男一直指着车门 叫美女上车 美女还是拒绝 于是她开始对美女动手动脚了 她又抢走了美女的书包 并从车里拿出一瓶你懂的矿泉水给美女 示意美女上车 就在墨镜男得意洋洋时 美女又抢走了书包想开溜 可惜书包又被墨镜男抢走了 这一次 她便聪明了 直接把书包放到了车顶 美女追了上去 使出吃奶的力气再次抢回了书包 此时又一位男子经过 美女再次上前求助 结果可想而知 美女开始慌了 她急着想挣脱墨镜男 可是她却依旧不依不饶的 再一次抢走了美女的书包 结果可想而知 美女再一次成功地夺回了书包 经过几分钟的折腾 墨镜男开始不耐烦了 她居然喝下了你懂的矿泉水 就在此时 黑人小哥出现了 美女看见了希望的曙光 都是黑人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尽管黑人小哥很想帮助美女学生 可还是被墨镜男以情侣吵架为由 叫他少管闲事 让他赶紧滚蛋 黑人小哥一脸猛圈地质问美女 你真的是他女朋友吗 美女极力否认 墨镜男此时彻底发怒了 叫你滚蛋 没听到吗 想打架吗 我可是练过中国功夫的 我和女朋友吵架 你凭什么要插手 然后 黑人小哥背下退了 美女学生健壮 鼓起了勇气 跑上前抢回书包 就在墨镜男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美女趁机逃跑了 666 你觉得墨镜男这次能抢到书包吗 欢迎留言探讨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